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月13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霍亮喬 先跟大家講一下今晚的新聞題要 巴西公布 中國的科興新冠疫苗有效率只有50.4% 疫苗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 英國媒體報導 和馬雲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 說馬雲在杭州避近封頭而並非被失蹤 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剩下一個星期 特朗普國安文件提前30年解密 當眾提到不讓中國在第一島鏈有海洪優勢 又將台灣列為第一島鏈夥伴 詳細的新聞內容 巴西研究所根據第三期臨床試驗 在星期二公布的數字顯示 中國科興新冠疫苗有效率以50.4%在創新低 面對數字好像高低變環球一樣 科興數據的可信性和疫苗的有效性都受到質疑 而另一方面 已經已上市 但是一直沒有公開數據細節的國藥集團 兩名高官星期二辭職 有評論認為是國產疫苗爆破的先兆 有訂購科興疫苗的香港特區政府表示 顧問專家委員會 這個星期會開會審視有關的問題 確保疫苗安全有效才會被港人接種 由黃曉沙 情文報道 《布坦坦研究所》在巴西時間星期二下午宣布 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在巴西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 有效率是50.38% 來自湖北的前線防疫人員黃先生 明確告訴本台記者 他本人不接種國產新冠疫苗 原因是質量沒有辦法令人放心 本台記者調查顯示 類似的擔心在中國的前線抗疫醫務人員當中 十分明顯 來自河北省疾控中心的人士 明確指指 他們作為需要率先接種的前線醫護人員 有一半同事因為擔心疫苗不安全而拒絕接種 香港也要採購科興新冠肺炎疫苗 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就事件回應指出 顧問專家委員會 這個星期會開會審試問題 再給予清晰建議 當局會確保疫苗安全有效 才讓港人接種 科興疫苗的有效率過去多番更改 在一星期前 巴西部坦坦研究所發布了 科興疫苗保護率是78% 但這個數據的真實性 一直受到專業人士的挑戰 並要求他們公布詳細的數據 星期一 巴西方面宣布下調有效性 至50%至60%之間 到如今公布的最新具體數據 只是僅僅達到世衛規定的 疫苗有效率的門檻50% 科興疫苗在巴西進行臨床試驗的數據不妙 之前已有徵兆 去年12月底 中國官方便拒絕巴西方面 發布臨床數據 並且隨後公布了 在土耳其等地的試驗數據 聲稱他們的有效性達到91.25% 或者更高 但之後印尼公布的有效性 就只是65.3% 大陸科普作家方舟指 在社交媒體對這些數據提出了質疑 他指出同一款疫苗在不同國家的試驗當中 存在這麼大的差距 本身就讓人警惕 就在科興傳離外消息之際 在中國獲准新冠疫苗上市的國藥集團 兩名高管星期二辭職 國藥集團早前宣布他們生產的其中一款新冠疫苗 有效率達到79% 不過就一直沒有公布分析數據的細節 一直關注中國疫苗安全問題的評論人士 他指出國藥高管辭職 可能意味著他們之前過於誇大的 國產新冠疫苗情況不妙 他指中國疫苗數據 甚至所有官方數據都缺乏透明度 真實性存疑是常態 但這次關於新冠疫苗 從基本的常識上也漏洞百出 比如是科興實施年齡限制 又列舉大量沒有經過驗證的所謂風險 來規避責任 所以才更加讓人沒有辦法信任 常識性的問題是 僅僅做了這麼短時間的臨床試驗 你怎麼可能得出這麼多的副作用這種可能性呢? 曾經在中東生活多年的馬醉還說 中國在中東等地進行新冠疫苗三期臨床實驗 並且獲得了包括阿聯酋、巴林和土耳其等國的上市許可 但他認為這些疫苗只會提供給落後國家的民眾使用 像阿聯酋那麼富裕的國家 即使是允許中國疫苗上市 他們自己的國民也不會使用中國疫苗 科興生物董事長尹惠東下午在記者會表示 他們在巴西、土耳其、印尼和智利等多國 進行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 顯示疫苗安全有效性良好 他又表示自照上週日已經向中國大陸各省提供了緊急使用的700萬劑滅活疫苗 特別是北京和廣東等省已經擴大使用 看到良好的安全性效果 有效性正在研究和追蹤當中 而內地官媒環球時報就再次為中國產疫苗辯護 聲稱是不同國家的試驗數據不一樣屬於正常 並且聲稱科興疫苗在巴西的實驗對象是醫護人員 他們以此來到話該疫苗具有更好的防護效果 自從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營台和廊坊等時疫情嚴重 其中這個星期二石家莊確診新冠病毒肺炎達到84宗 石家莊、營台和廊坊全城封閉 為防止病毒蔓延至北京 所有進入北京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封閉 北京更加將隔離期由21天延長到28天 《聽亞喬龍》《情文》報導 河北省衛健委公布 星期二當日 河北省新增90例本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石家莊市報告有84宗 包括27宗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個案 《營台市報告》有6宗 《囊坊》有1宗 上述3的城市所有居民全部接受核酸檢測 並且要強制性居家隔離7天 石家莊一位居民潘先生 這個星期三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 該市居民傳完隔離不得出門 在他居住的小區發現一宗確診 小區出現了一例病例 整個單元封死 封閉小區一個星期 我們買東西可以打電話網上買 快遍員已經做了二次合算可以給送 另一個附近的超市 他說送到小區門口 你可以接著鐵大網買 我們這個小區裡的確診病例的單元 要封閉半個月到26號 沒有確診病例的小唆使先封閉幾天 12號一天新增的84例 確診新型肺炎的石家莊長安區 簡足家園小區2號樓一個單位 這個星期二 當地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告狀書聲稱 所有住戶應該採取居家隔離觀察 限制進出 如果沒有新增病例 隔離措施將會在2021年1月26號24時解除 在廊坊火車站工作人員就向旅客發出提醒 所有的人不在在進行的 要你回來以後你再出不去的 所以希望大家 咱們之前做好準備工作 明天就不要來了 來了也進不去 從今天開始咱們廊坊市進行全員擴展檢測 三天檢測多居家隔離7天 今個星期二起 廊坊市開設啟動全員核酸檢測 造成居民恐慌 人們紛紛到賽市場和超市搶購食物 囤積大米和麵粉 另外哈龍江省新增3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 其中齊齊哈爾新增12宗 部分地區居民擔心食物不足 出現搶購食品現象 在首都北京 為了防止疫情入侵 今個星期日凌晨起 所有進入北京的陸路交通被當局切斷 當日凌晨一位北京車主被擋在高速公路收費站 北京順義區石原街道辦人園孫女士告訴本台 政府將進入北京旅客的防疫隔離期 由21日延長至28日 北京順義區衛生部門一位幹部李先生 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說 最近嚴格控制人員流動 主要是擔心疫情蔓延到北京 他認為北京的疫情在可控範圍 北京市順義區和河北廊坊交界 目前已經全部封閉 當局擔心被疫情波及 採取嚴防死守的策略 切斷和河北的交往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阿里巴巴螞蟻集團創辦人馬雲 自去年10月發表評擊 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言論之後 就未曾公開露面 外界承傳他恐怕已經被失蹤 不過英國傳媒WIRE 星期三報導 與馬雲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 馬雲只是避風頭 目前人在杭州 也只是具創立阿里巴巴的地方 根據WIRE的報導 馬雲過往經常出席 世界經濟論壇等的國際會議 而它突然消失令人嚇驚 在2019年中國著名影聲范冰冰 也都一度曾經消失四個月 後來微博上面宣誓效忠中共 並且因為逃稅等的違法行為 被處以巨額罰款 報導指出 在去年11月 有消息人士向《華爾街日報》證實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親自喊停螞蟻集團IPO案 當近期外界意識到馬雲已經有一陣子 並沒有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的時候 關於馬雲下落的謠言 就迅速蔓延開來 報導分析 在中國監管機構針對就螞蟻集團 阿里巴巴的未來做出最終決定之前 外界很可能都不會見到馬雲 如果馬雲在中國監管機構做出決定前 出現在公眾面前 他就可能需要面對他還沒有答案的疑問 而且恐怕說出一些再次令他陷入麻煩的言論 WIRE聯繫到阿里巴巴的發言人請求評論 但卻被拒絕 透露馬雲下一次公開露面的時間 台灣外長吳超雪 星期三華府智庫發表錄影演說 表示台灣會與美國新任政府合作 確保印太地區安全 聽下潘家情報道 吳超雪周三應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邀請發表演說 他感謝特朗普政府過去四年來的支持 指台美雙方關係發展到前所未有的強大 並期待與拜登政府 在台灣關係法 與美國對台灣的六項保證 以及共享利益與價值下 強化兩國的合作夥伴關係 由於演說是預先錄影 吳超雪未有提及及直接回應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突然取消訪台 吳超雪指 新任美國政府 其中一個當務之急 是要應對和確保印太地區的繁榮與穩定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曾表示 會與盟友與夥伴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施壓 台灣會與享有共同利益與價值的國家合作 對抗中共的擴張 吳超雪直指 中國是區域局勢不穩的來源 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 在東海派船巡航 和頻繁派戰機擾台等 已經不能再留於討論 必須更專注並以安全為導向 他有特別提到香港 指毫無疑問 看看中國在香港的威權主義擴張 這是民主社會不能容忍的 他指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四國已經建立 四方安全對話的戰略論壇 討論南海等議題 東盟區域論壇非常重要 台灣可以作出貢獻 又說 台灣和美國在2015年成立 全球合作機訓練架構 針對非傳統的安全挑戰 包括網絡、海洋、能源、媒體識讀等議題 進行了交流和討論 承諾往後會繼續推動台美關係 目前 台灣被大多數的國際組織拒於門外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剩下一個星期 有外媒提前獲得一份 有關美國國家安全的解密文件 內容透露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秘密細節和重點 爆破不讓中國在第一島鏈有海空優勢 又將台灣列為第一島鏈夥伴 聯同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等的盟友對抗中國等 這份文件早了30年公開 學者就分析這種做法非比尋常 相信特朗普是為下街政府帶來壓力 以免中國政策方向有太大的轉變 由劉少峰報導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 2018年初 特朗普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2017年制定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框架機密文件 該文件被歸類為機密 也不對外國人民披露 文件最終在上星期解密 被正常時間早了30年 預計在美國時間星期三正式發佈 美國政府換屆再職 為何在這個時間公佈這份文件 美國政治風險管理顧問 放映格星期三對本台表示 相信是為下屆政府帶來壓力 現在公佈這些東西 在最後幾個禮拜 也是讓拜登團隊了解過去有做什麼 還有帶給拜登團隊一些壓力 就是說他們不能在第一時間把這些工作取消 放映格又說 美國政府在去年11月中開始 對亞太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台灣等問題 有一連串回應 例如聯同其他國家發表聲明 關注香港50多名被捕民主派人士 相信特朗普政府公開這些文件 是想留下清晰的記錄 反映自己過去在亞太地區的成就 台灣軍事專家李政修認為 特朗普一直與傳統歷任政府的做法 截然不同 今次提早解密印太戰略文件 的確非被尋殺 加深大家對於中國大陸的不滿 也順勢讓拜登政府在下禮拜開始之後 很難有太大的轉變 尤其是對台灣方面 設好一條他認為的道路 李政修指 從這份印太戰略文件反映 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可謂強硬 也顯示美國政府 一直以來對共產黨高度懷疑的態度 據這份實驗的文件 可見到部分內容 經過逃黑編輯處理 文件展示了 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 戰略優先事項 提到中國和朝鮮 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 國家安全挑戰 美國印太戰略 強調透過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 盟友和夥伴的戰略結合 維護區域自由經濟秩序 對抗中國日益擴張的海外影響力 並影協助台灣能夠制定有效的 不對稱國防戰略和能力 戰略框架指出 為了阻止中國對美國 和美國盟友或夥伴採取軍事行動 美國應該在衝突中 不讓中國在第一島鏈內 有持續的海空優勢 其次 保衛第一島鏈國家 當中包括台灣 第三 主導第一島鏈以外的所有領域 美國應該協助盟友和夥伴 增進安全實力 確保不受中國威迫 文件提到中國部分 重點在防止中國的產業政策 和不正當貿易行為 扭曲全球市場 並損害美國競爭力 建立國際共識 了解中國產業政策 和不正當貿易行為 正在損害全球貿易體系 框架指出 美國應與聯邦 同志同道合國家緊密合作 防止中國獲得軍事和戰略能力 透過美國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 加強對中國的投資審查 並採取真正關鍵技術的國內政策 報導引述奧大利亞國立大學 國家安全學院院長梅德卡夫分析 這份戰略框架對中國的態度直接 雖然不是非常對抗性 但是相當堅定 他指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提前幾十年發佈很不尋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小峰報導 美國總統特林普快將離任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卻在9日發聲明宣布 國務院即將取消 內部所有和台灣的往來私家自我的限制 而美國諸聯合國大使赫拉夫特 也都原定星期三訪問台灣 不過就是出訪前夕 國務院決定取消所有官員的出訪計劃 對於美國連一里對台灣動作頻繁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出口狂言地說 中方完全可以在台海地區和美方的極限挑釁做出一次的對決 在台海將他們打成落水狗 胡錫進在11日在微博表示 奉佩奧進入極其瘋狂的狀態 但有張反華牌全都出盡 搞出過去完全不可思議的極限破壞之勢 中國必須要堅決打擊這一班的破壞者 在他們的破壞進入中國的火力範圍之內 在這個時候迎頭痛擊 決不能夠姑息他們的胡作非為 奉佩奧牽涉到台灣問題之上 說他自以為在這一方面最能夠痛擊中國 不過這班人被傲慢充分了頭腦 竟然忘記了台海地區 是中國博弈工具增加最快的地區 胡錫進又聲稱北京為了尋求和平統一 一直克制在這個地區的行動 但中方快速增長的實力 最有利於在這個地區展開並投入使用 表示對美方的棄業形成沉重打擊 不過對於胡錫進的言論 就連中國網友也都紛紛留言譏諷 有網民則表示 一天到晚都在發嘴炮 你說的你相信嗎? 又說如果不是胡錫進這種小人 中美關係或者會略好一些 美國國務院宣布 為了自力確保未來幾天政府交接程序 能夠順利完成 決定取消所有官員在這個星期的出訪計劃 爆破完定星期三抵台訪問的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以及蓬佩奧出席布雷塞爾的兩日行程 台灣總統府和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遠色 民進黨立委陳定飛就批評 是因為國民黨不斷攻擊克拉夫特 導致美方取消行程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尊重美國國務院取消包括國務卿蓬佩奧等 所有官員出訪計劃的決定 對於克拉夫特因而無法與其訪台 也感到遠色 但是仍然歡迎克拉夫特未來有適當時機來訪 外交部發言歐國安表示 美國國務院為了確保新舊政府順利完成交接 這個星期取消所有官員出訪計劃 現任諸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因此無法來臺 外交部對美國國務院的決定表示理解和尊重 對於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克拉夫特大使 阿拉斯爾·凱利·克拉夫特 他因此無法如此在1月13日至15日 率團訪問台灣 外交部感到非常可惜 但是我們也歡迎克拉夫特大使 在未來適當的時間來訪問台灣 部分學者和國民黨立委認為 克拉夫特取消訪台 民進黨政府反而鬆一口氣 因為接待這位即將卸任的大使稍有不慎 可能會得罪拜登政府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立委羅志正表示 尊重美國國務院取消 包括國務卿蓬佩奧等所有官員出訪計劃的決定 也沒有所謂鬆不鬆口氣 因為我相信台美這間高層的往來 這是我們長久的一個期待 所以不論在什麼時間點 只要有任何美方高層編譯到台灣訪問 理論上我們都是歡迎的 並沒有所謂因為這樣而鬆口氣的情況 也沒有什麼必行長 剛才提到這是美國全面的國務院的一個考量 尤其它的取消是所有的對外訪問的行程 連國務卿本身的訪歐行程也取消了 所以並不是針對台灣這樣的一個訪問做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也不用過度的聯想 不過民進黨立委陳婷飛就認為 當全台灣都齊心合力歡迎克拉夫特來訪之際 國民黨做出相反的行動使行程生變 可是沒有想到說在還沒有來之前 然後就受到國民黨無盡的批評 還有所謂能言能語 那我相信人家熱戀 然後來貼我們的冷屁股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要為這一次 就是所謂的取消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國民黨立委陳以信 對於克拉夫特取消訪台計劃感到可惜 但是希望美方之前宣布的衛台措施不受影響 近期就開始落實 台美之間的關係是希望能夠持續正面的進展 那麼美國國務院他們宣布取消對台交往的限制 那麼我們希望在這短短的幾天之內 能夠看到有具體的一個進展 包括我們在美國駐美代表處雙向元 是不是能夠恢復到1979年之前每天升國旗 出現的象徵 那即使克拉夫特大使沒有辦法來到台灣 但是可不可以一些實際能夠做的呢 我們能夠先做出來 那麼我們期待這樣的一個交往的限制的取消 能夠延續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來持續看到台美關係正面的一個發展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週三回應克拉夫特取消訪台的秀表示 堅決反對美國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往來 並敦促民進黨政府立即停止以美謀讀 朱鳳蓮指國台辦早前已經表明嚴正立場 美國政府應該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布規定 強調這是美國政府做出的承諾 重申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和台灣 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的做法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華為副總裁孟晚舟向加勒大法院 申請放寬保釋條件 連續兩天舉行聽證會 在首日的聽證會裏面 孟晚舟的丈夫劉曉忠在庭上表示 居家監視對孟晚舟和家人 造成負面影響 但加拿大檢控官 反對法庭放寬相關限制 有出席聽證會的加拿大記者表示 劉曉忠在庭上提到 曾經因為維修門外的行溫器 令孟晚舟違反保釋條件 聽證會又披露 華為在去年5月 曾經安排波音飛機作出準備 一旦孟晚舟獲釋 就會將她送回中國 孟晚舟要遵守的保釋條件 包括只容許她在早上6點 至到晚上11點期間離開住所 並且需要聘請保安公司 監視她離開住所之後的舉動 早前孟晚舟律師團透露 希望申請 並包裹是宵禁時間之外 放寬日間監管的要求 劉曉忠在庭上指出 經常見到三名保安和孟晚舟同車 而且保安每天都是不同人 擔心會增加孟晚舟患上新冠肺炎的風險 又說保安令他們的子女感到害怕 影響到家庭的正常生活 但是檢控官就反駁說 孟晚舟近期多次出行 包裹在去年聖誕節出席14人的聚餐 又展示去年5月孟晚舟到法院的照片 照片裡面並沒有人戴口罩 質疑劉曉忠說孟晚舟擔心會感染 新冠肺炎的說法 檢控官就認為 在2018年12月 對孟晚舟設定的保釋條件 是必要和適當 目前並沒有理由要改變 檢控官又在庭上透露 法官去年5月 容許印度聆訊繼續進行之前 華為曾經安排 中國南方航空的777波音飛機 在機場準備 一旦裁決對孟晚舟有利 就會安排她登機 即時將她送回中國 劉曉忠就回應說知識有關事件 今次聽證會 在當地時間星期二和星期三舉行 已引到聆訊將會在今年3月1日恢復 孟晚舟在2018年12月 由香港前往溫哥華轉機時 加拿大警方基於美方之前發出的逮捕令 將孟晚舟逮捕 她被控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令 和金融欺詐 向匯豐銀行隱瞞 華為在伊朗的業務 導致匯豐觸犯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 孟晚舟否認指控 目前在溫哥華保釋候審 並尋求推翻美國提出的引導要求 接下來有二邊峰的時間 隨著持有BNO移居大不列顛的港人大幅上升 有親共的人士建議 港府應該禁止港人擁有雙重國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 特區政府會緊跟中央的反制措施 崔秀人就主張要禁制雙重國籍 就一定要由香港的高層官員做起 香港當名的高官 他們的親屬都有外國國籍 林鄭月娥的丈夫和她兩名兒子全部是英國籍 前特首強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梁振英 她的家人也早就入籍了英國 負責鎮壓香港示威者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雖然已經放棄了英籍 但她的妻子和兩名兒子均有英國公民身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妻子和兩名子女也是英籍 律政司司長鄭月娥的老公潘樂圖 即是加拿大籍 所謂上糧不正下糧歪 一班負責港人命運的高官 個個家人竟然是雙重國籍 那市民如何能夠服眾呢? 除了香港的高官之外 最好是強國的高官 他們家人雙重國籍的問題都要一起處理一下 習大大的姐姐齊喬喬擁有加拿大籍 弟弟習遠平也是澳大利亞籍 江哈姆的孫仔江志成和孫女江志雲皆入籍花旗國 同樣入籍花旗國的高幹子弟 還包括前外長李兆昇的兒子李和和 和前人大委員長萬利的孫女萬寶寶等 嘩!禁止雙重國籍 這個議題看得好 但重點是主席台上的高官接不接受呢? 加拿大新香港文化協會 星期二表示 再多12名港人證實獲批難民資格 換言之過去半年 至少一共有14名的香港手足 獲得加國政府提供政治庇護 他們現在正是申請永久居留權 而據公開資料 反送中運動爆發至到去年年中 加拿大難民公署至少接獲49名港人 申請政治庇護 協會就說香港政局經濟相當不穩定 而且並沒有法治 民運人士非常容易受到政治迫押 聽下文海恩報導 第9年9月 加拿大移民和難民保護處 承認一對港人夫婦的難民身份之後 過去積極援助抵撻加拿大流亡港人的 新香港文化協會 近日再向本台透露 目前有14名流亡港人在他們的協助下 陸續取得加拿大政治庇護難民身份 有部分已經在加拿大就業或讀書進修 成功獲批的港人 目前正申請永久居留權 本台翻查加拿大移民和難民保護處數據 由2019年至2020年6月 有49宗港人申請難民資格個案 新香港文化協會認為 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 香港形勢嚴峻 他們所協助的流亡港人 都是受政治迫害 被警暴、南暴、南高的抗爭者 創辦人之一 Bruce 接受本台訪問時 說香港政局已經相當不穩定 而且沒有法治 民運人士非常容易受政治迫害 之前那幾段時間很和平 或者很沒有抗爭性的議員 都會被人這樣告國安法的 所以接下來是會受中共壓迫的 在香港會是 根本是沒有法治的 當你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如果你要逃離這個沒有法治的地方的時候 唯一一個出路就是 除了你自己有錢移民 比較年輕的那些是沒有資產的 如果他們是有抗爭的 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因為是很容易受政治壓迫的 現在在香港這個情形 Bruce還說 自從香港發生魚蛋革命之後 他已經預料 港人會有流亡的一天 他對此感到無奈 並說 這個是港共政權所製造出來的問題 而不是年輕人 年輕人面對這一切並不合理 他預料將來只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想離開香港 但相信會被2019年 和2020年困難 據他了解 《國安法》實施之後 究竟是機場設置的截查關卡更多 他們是專門截查 某幾個國家的年輕人 去某幾個國家的年輕人 就算你是去旅行 現在都會有這個問題 他們寧願去混回這幫人 在香港來處理它 他們都不想我們太多人出到外國 而在外國不停曝光 來指責他們的政權 或者落他們的面子 新香港文化協會說 至2019年底 先有12名港人向加獲 申請政治庇護 2020年1月至6月期間 就有37人 如果不是疫情令到加獲 由2020年4月起實施的旅遊限制 相信會有過8名以上的手足 選擇流亡加拿大 協會還透露 將會設立新的非政府組織 協助香港年輕抗爭者 以年輕人才計劃 移居隔獲 加拿大移民 藍民及公民部部長 曼迪奇諾 去年11月公布 加拿大將會推出多項便利措施 包括提供新的工作簽證 以及放風港人獲得永久居留的途徑 吸引港人到當地發展 移居隔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學音報道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 星期三發表700多頁的 2021年世界人權報告 指出香港的港區國安法民意模糊 並且條文嚴苛 實施該法是1997年以來 北京對港人自由的最猛力攻擊 報告總結過去一年 香港100萬人在元旦當日 參加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 中國卻是1月撤換駐港最高官員 換你毫無香港經歷 以強硬執行中共盧氏文明的駱惠寧出任 在6月30日 中國政府繞國立法會 實施港區國安法 該法律創建出多個特殊的秘密安全機構 剝奪港人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 授予警方更多橫掃一切的大權 加強監管公民社會和媒體 並且削弱司法監督 該法律系通過前夕 包括香港眾志等多個民主團體宣布解散 香港教育局長禁止 《榮光歸香港》等的抗爭歌曲 在校園裏就唱 公共圖書館下減民主派人士的著作 而2019年抗爭口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被當局視為非法 香港政府還以防疫為由 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 香港的新聞自由持續惡化 迫於政治壓力的頭條新聞停播 組織人權觀察 敦促下一屆美國政府行政部門 將尊重人權陷入內政和外交 除了海外疑問 原來社交平台同樣可以出現疑問潮 近日因為通訊軟件WhatsApp 要求用戶同意和沒有公司Facebook 共享用戶資訊 否則將會刪好處理 由於大部分用戶 未知共享資訊的目的 和所掀的內容等 做法惹來大批用戶反感 有用戶更加直言 擔心私隱問題決定轉會 有資訊專家就說 通訊程式加密程度相約 但是目前是信心的問題 再由文海恩報道 自去年 網上已經有聲音不滿社交平台Facebook 廣告過多 並不滿它套用演算法 以控制顯示內容 加上近日Facebook的自公司 通訊軟件WhatsApp 宣布更新用戶私隱條款 說WhatsApp是Facebook的一員 要求用戶和Facebook共享數據 引起大量用戶不滿 激發一波社交媒體移民潮 全球首富Tesla創辦人馬斯克 更加呼籲粉絲轉用Signal 另外也有人器用Facebook 並轉投社交平台MeWe 從WhatsApp網站可見 在新協議下 它可以與Facebook分享用戶電話號碼 名字、電話型號、IP位置 以及使用WhatsApp付款的資料等 用戶如果在2月8日前 仍未同意條款 就會被刪除帳號 不能繼續使用WhatsApp 記者星期三發現 Signal和MeWe更加登賞 蘋果手機應用程式 香港下載排行榜頭兩位 MeWe說 至星期六以來 平均每天新增40萬用戶 目前用戶更加已經超過1400萬 由於大量新用戶湧入 MeWe系統星期六更加一度死機 創辦人Mark Weinstein 早前更加親自發文 歡迎香港人使用MeWe 強調MeWe沒有政治傾向和審查 MeWe的私隱政策 表明不會賣廣告 不會將資料賣給第三方等 分析手機應用程式行銷排行軟件 Sensor Tower說 通訊程式Signal 由1月6日至10日 短短四日期間 錄得750萬次下載 按週報增4200% 另一個通訊程式Telegram 星期二也聲稱 在過去72小時 甚至2500萬用戶 目前WhatsApp收集的用戶資訊 包括電話號碼、相片、IP 定位資訊和聯絡人資料等 令人憂慮這些資料不受到保障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寧 星期三說已經去信WhatsApp總公司 他呼籲相關公司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以釋除公眾而慮 他認為公司未有向用戶 清晰地說明用戶的哪些資訊會被分享 分享資訊的目的等 雖然WhatsApp發言人星期二解釋 用戶同使用Facebook托管服務商戶 透過WhatsApp溝通時 他的資料才可能會儲存在Facebook的托管服務 接服器裡面 他強調新政策不會影響用戶的私隱 不會保留或預覽用戶收發信息、通話記錄和實時位置 也不會將用戶電話內聯絡人名單 向任何人士或機構分享 也不會將群組數據交給Facebook作廣告用途 Facebook大中華區總裁梁又梅也說 WhatsApp信息都受到端對端的加密技術保障 只有對話雙方才可以讀取內容 不過用戶對此仍然未能夠釋除疑慮 市民阿康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因為有淚私隱問題而器用WhatsApp並轉至Signal 可能我跟某個人說的話 或者我電話號碼 甚至乎聯絡人都會 Facebook會有我的東西 Facebook本身都會把我的資料交給廣告商 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副主席李應華 星期三出席電台節目時解釋 根據WhatsApp試印條款 日後推展救物服務時 可以將下單和地址等資訊 傳至第三方 如果商戶有使用Facebook 而未期分公司、Instagram或WhatsApp 也可以知道消費者和商戶救物資訊 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向本台指 去年10月WhatsApp已經出通告 趕述相關政策 說WhatsApp商業用戶的托管服務 可以搬至Facebook 但內容解釋不清晰 以致造成恐慌 現在怎樣解釋也是無際於事 從技術上 方寶橋說WhatsApp已經解釋 它的加密程度 基本上和Signal相同 但目前是信心問題 是否有霸權呢? 這堆事情一起發生 很多人搬到MV 很多人可以失望 方寶橋建議 即使轉頭其他軟件 同樣要清楚考慮軟件的公司背景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作戰資訊 安全研究所所長曾儀錫 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在網絡世界沒有絕對的安全 但是它可以提供盡可能的去做它能力範圍之內 比如說它是端對端的加密 這一點Signal是這方面是比較有這個聲譽 另外這一方面就是說 它如果能夠提供消費者使用者 一個類似契約的 就是按照個資法 個資保護的 我會用什麼用途 我會怎麼收集 然後如果我有改變用途 或者我要收集 我會先讓你知道 土耳其競爭事務主管機關競爭局 和監督機構個人資料保護局 也相繼對WhatsApp啟動正式調查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報導 一向關注弱勢社群 和人權的天主教神父金號網 在清晨去到黎智國收押所 進行12個小時的注釋行動 聲援被還押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以及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 以及被判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以及前成員周庭 和前主席林朗彥六個人 祝願他們早日自由和平安 並能夠盡快和家人一家團聚 金號網神父由上星期五開始 在灣仔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外面注釋 要求社署被現已被印度家庭收養的 烏干達難民Alisha和她的原生家庭聯絡 神父星期二將行動升級 轉到政府總部注釋行動 星期三突入注釋的第六天 為了聲援黎智英等的酬者 由上週九點至到晚上九點 在黎智郭修亞所進行絕食 金號網就表示 星期三完成12個小時的絕食之後 將會回到政府總部 繼續爭取居留權家庭團聚的絕食行動 直至今個月29日 也就是1999年 香港終審法院 對居留權事件判決的22週年紀念日 並會在當日向保安局、入境處、特首和他的秘書處遞信請願 希望事件得到處理和回覆 在星期三清晨9點50分 黎智英太太和幼仔到收押所探望黎智英 兩個人帶來著一本英文書《七重生》 他們逗留約半小時後離開 之後兩母子走到金神父面前向他慰問一番 並且跪地和金神父一起討告 被指在網上發表不當言論 面臨被吊銷律師執照的盧思惠 星期三在四川城都出席聽證會 現場消息表示 他被強行由家帶到司法廳 在缺乏公眾見證之下接受聽證 代理人更加形容 聽證會根本是政治迫害 由高峰報導 盧思惠的聽證會在四川省司法廳舉行 一名在場並要求匿名的律師說 當局在外圍嚴密報防 四周有多量警車 司法廳道路的兩頭都被警察給設了這個關卡 我也看到外面有一個大的警車 還有八九輛那個小的警車 穿制服的警員 事實上是沒有便衣多 因為只要是有人過去就有穿便衣的人 就會出面或跟蹤或者是經燒 就是具備的很嚴格 多名維權律師 包括同樣受12港人案家屬委託的任全牛 和律師余民生的妻子許嫣到場旁聽 被警察包圍帶走 現場消息透露 盧思惠被當局強行由家裡帶到司法廳 同行的代理人也經過一番擾讓才能進入 盧思惠律師是直接從他家裡 對他妻子單位的車接到司法廳的 不讓他跟其他人接觸就直接帶進司法廳 他的兩個代理人被攔截在外 經過抗爭之後代理人進去了 美英和加拿大等10個國家的領事館職員 爭取旁聽但是不成功 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捷克、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 他們就是被禁止進去被禁止拍照 後來他們就離開從一個小巷離開了 離開的時候後面跟了有大概8個以上的人 送他們走 聽證會結束後 司法廳並未公布是否吊銷盧思惠的律師執照 盧思惠其中一名代理人謝燕益認為 整個安排違背公正公開的原則 安插的全是內部的人員來旁聽 所以我們等於封閉的情況下 而進入這個聽證程序的 所以聽證程序從一開始就違法 聽證會過程當中的這個 所謂調查人員舉出的這個所謂指控 盧思惠律師的這個 所謂違法違紀的這些證據 都是仔細烏有的 都是站不住腳的 他譴責當局 以行政處罰為命 對盧思惠進行政治迫害 四川省司法廳發出的通知聲稱 盧思惠在網上發表不當言論 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形象 觸犯律師法和律師執業管理辦法 他相信自己捲入船渦 和接受十二港青家屬委託有關 另一協助港人家屬的律師任全牛 就被當局指代理邪教組織案件時違反律師規定 同樣面臨吊銷執照 聽證會下星期二舉行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峰報導 湖南維權人士歐彪峰被控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監視居住 中共不單止打壓異見人士 還懷疑株連他們的家屬 任職教師的歐彪峰太太魏歡歡透露 突然被校方辭退教席 則而是國保向校方施壓將她逼走 魏歡歡是推特發文表示 星期二下班的時候 尚級向她表示第二天不用再上班 最初的解釋她說 交易局發了文件 因為疫情關係要提前放假 之後魏歡歡追問 為什麼只有她一個要提前放假 尚級就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你家最近是不是很忙 還說你之後都會很忙 魏歡歡就懷疑 尚級是受到國保施壓而迫不及待要她走人 她諮詢過律師意見之後 因為情況是屬於非法解僱 要求校方賠償 上級聽到訴求 就開始講各種難聽的話 還說魏歡歡拿律師來威脅她 後來校方妥協 容許魏歡歡留到這個學期結束之後才離開 但是上級仍然以各種的瑣碎事 批評魏歡歡工作不力 有網友就回應魏歡歡說 政治反連助家人是共匪慣用的伎倆 也有網民認為國保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由於歐彪鳳不認罪所以才由家屬下手 歐彪鳳長年關注時政 曾經多次公開敗制已故維權人士李旺陽 也都經常為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發聲 去年她曾經因為轉發 曾經向習近平肖像撲密的女子董耀琴的求救影片 之後被國保帶走拘留 被控以尋人指示罪行政拘留15天 在拘留期戒門之前 公安又說她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由行政拘留轉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公安到她家搜查的時候 拿走了幾份《香港蘋果日報》 知情者就擔心會成為她入罪的證據 更多新聞和評論請到本台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